立場無期 進行變更 高呼口號要捍衛啤酒文化園區 台北市市定古蹟建國啤酒廠 原本計畫要改成文化園區 卻有民間團體指控政治力介入 建國啤酒廠將被強硬改成 台北科技大學的用地 鄭文燦顧院長上任之後 短短五個月就叫我們台灣研究公司 把整個的計畫案撤回 16號上午更召開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 但傳出之前的規劃案即將被推翻 讓工會及當地居民簡直氣炸 審議會現場場面火爆 但王鴻薇透露 過去桃園農工改立北科大 就是在鄭文燦當桃園市長時一手促成 結果桃園農工時期存在的日式宿舍 在北科大接手之後就慘遭注容 2017年2018年經過台北市的都省會 一個鄭文燦因為他接受北科遊說 就可以專斷獨行的來變更 根本不符合他們所謂都市計畫法裡面 只是北科大接連頒罰榮譽校友 給總統當選人賴清德 以及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 而鄭文燦更是直接在校友會活動 宣布割地案的好消息 但如今520新政府即將到來 鄭文燦將要下台 在這個節骨宴也讓變更案更具爭議 記者黃明君曹文燈台北報導 鄭文燈 鄭文靚 鄭文靫 鄭文革 鄭文革